今天带来关注重要的国际大事 来看今天的国际发烧事 首先来关心美国方面新闻 美国国会日前紧急通过一项临时支出法案 几前躲过政府关门危机 不过法案中并没有纳入对乌克兰新的战争援助 美国总统拜登事后向乌方保证 绝对会支持乌克兰到底 美国不会一走了之 同时他也通批共和党议员 呼吁大家不要在资金议题上玩游戏 另一方面 这项临时法案 也没有纳入共和党保守派要求的大幅削减支出 和强化边界管控 使得共和党及众议员议长麦卡锡 面临被罢处的危机 但麦卡锡回应表示 自己会挺过这个难关 并称为了捍卫民众利益 即使要冒着牺牲职位的风险 他还是会这么做 再来关心中俄方面新闻 10月1日是中共建政74周年 俄罗斯总统普丁当天 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祝贺 称习近平是亲爱的朋友 还夸赞中国的社会经济正稳步成长 至于两人准备在10月的 一带一路峰会期间会面 普丁表示 这将进一步加强俄中两国 全面的建设性关系 并保障全球安全 最后有关土耳其的新闻 首都安卡拉一日发生爆炸攻击事件 导致两死两伤 被土耳其列为恐怖组织的库德工人党 事后坦诚犯案 土耳其总统埃尔段出面谴责 强调政府会持续斗争下去 数小时过后 土国政府便对伊拉克北部的库德族 发动空袭 并宣称有20个目标被击毁 海域新闻黄云军综合报导